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些人 会不断不断地做各种的坏事 来伤害人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十篇第十篇 这一篇提到了有很多的恶人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攻击人 用话语 用各样的方式来欺负人 来伤害人 来欺压 谦卑的人 欺压善良的人 而背后是什么原因 让他勇敢地做这些坏事呢? 因为这些人以自己为主 认为我想的我就要去做 我自己可以决定一切的事情 背后是我做主 但我们这一章看到 恶人不明白的事 不是人做主 而是神做主 上帝有公义的审判跟刑罚 将要刑罚恶人 相反的呢 而义人 神的眼观看 神看顾人 并且神要亲自保护 每一个义人 是的 一切时候 当我们在遭受患难的时候 会问上帝在哪里 神有保护我们吗? 但是我们相信 神的大手仍然看顾怜悯 引导我们 连续我们 这一章的要节提到了 恶人面带骄傲 说 耶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 没有神 恶人为什么会做各样的恶事 因为里头有骄傲 因为以为神不追究 甚至以为没有神 我可以为所欲为 而 结果呢 至于恶人 愿你追究 他的恶 直到 静静 是的 人以为神不追究 世上神都看见 神正追究 神要做刑罚的工作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反省 我们里头对神有敬畏吗? 对人有真实的爱吗? 远离恶事 来等候神 我们来祷告 救主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 恶人以为没有神 神不追究 但求是让我们看到 神是公义的神 审判的神 也让我们成为义人 蒙神看顾跟保护 等候主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